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将三万六变成了二百万美元 这个方法是来自于我如何在股市赚了二百万的作者达瓦斯 很多在股市上成功的交易者都读过和推荐这本书 戴瓦斯是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后来成为股票交易员以达瓦斯方法闻名 达瓦斯最初在1960年发布了一个股价和交易量趋势跟踪系统 他将三万六美元变成了二百万美元 如果我们考虑通胀 这本书的书名现在可能会是 我如何在股市赚了四千六百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来看看 达瓦斯是一名在布达佩斯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 他不跳舞的时候 每天花多达八个小时研究股市 读了二百多本关于股市的书 他把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佛摩教授的方法 他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调整 创造了他所谓的四维相体操作法 我们可以研究这个系统的细节 并将其应用于最近的一些股票 看看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许多交易员和投资者都试图低买高卖 这在理论上是好建议 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 达瓦斯说他一生中 从来没有在低点买过一只股票 而在高点卖过一只 大部分时间都只是乘着趋势 正如我们将在这段视频中看到的 达瓦斯只是捕捉了趋势当中的一部分 通过好的资金管理 能够捕捉大幅增长和避免大幅下跌 让我们来看看书中的一个图表范例 达瓦斯在其中交易 应用了他的四维相体策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Lorilla的公司 即便显示的周线图 但可以在任何时间框架使用 他了解到Lorilla一直在销售大量肯特香烟 当时香烟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 Lorilla的股票反映了这一点 在A点的需求量很高 交易量激增 我们将在稍后更详细地了解 四维相体策略的形成和准则 但首先让我们应用达瓦斯 在图表上使用的四维相体 他意识到一个四维相体已经形成 价格突破了B点的上半部分 而且有大的交易量 他以27.5的价格 以5000美元的仓位买入了200股股票 他还在C点以26美元的价格下了止损单 这使得止损5.45% 相当于该仓位的300美元 价格最终跌破前一个四维相体的高点 损失了300美元 股价在一个礼拜结束时 再次以高成交量收盘 他随后 以不到29美元的股价 在D点以200股重新再买 这一次只损点跟前一次一样 不过因为买的价钱高了 所以 潜在损失是400美元 再一点和F点继续加仓 最终以57美元的价格卖掉 为了容易计算 我们只计算在D点买的 在6个月内股价上涨了一倍 赌注是400美元 最终利润5500美元 这使得风险回报率14比1 相比之下 道琼指数在同一时期 只上涨了7.5% 除了四维相提法本身 通过风险管理 使回报最大化 让我们继续讨论达瓦斯的 四维相提结构和准则 首先要提到的 是必须达到52周新高 才能形成一个 四维相提的初始阶段 这将是四维相提的顶部 如果价格回落 52周高点将成为阻力 价格回升的点是支撑点 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 直到我们看到一个 有许多支撑点 和阻力点组成的四维相提 一旦出现明显的四维相提 达瓦斯建议在阻力线 突破实践仓 所以如果股价突破了四维相提 就会自动买入 不需要不断盯盘 同时 它也会设止损 立即确定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 可能是5% 达瓦斯在止损和风险管理方面 引用了一句绝妙的话 他说 如果完轮盘赌 每次赌100块钱 如果输了 可以拿回98块钱 那么不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吗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 许多新交易者并不完全理解 让我们以最简单的形式来看一下 达瓦斯引用了赔率这个词 或者通常称为概率 在他的轮盘赌贩力中 假设没有零 如果我们下注100块钱 那么球落在红色或黑色上的概率是一半 换句话说 要冒着100块钱的风险赢得100块钱 或者冒着100%的风险赢得100% 那么这与交易有什么关系呢 怎样使我们有优势 没有合乎逻辑的道理 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轮盘赌中 球会落下在任何颜色 这全靠运气 与交易不同 轮盘赌上没有阻力支撑点 表明一种颜色比另一种颜色更有机会 让我们将人分为三类 赌徒 新手交易者和专业交易者 我们知道 在这个范例中有一半一半的机会 无法控制风险或回报 所以 这只是赌博 接下来是新手交易者 他们能够理解一些交易方法 他们认识到 阻力的突破和随后形成的支持 可以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进场 同时 让赔率对他们有利 或者在轮盘赌中 球会落在黑色而不是红色 并实现100%回报的可能性已经提高 不过没有止损 新手交易者 仍然像赌徒一样 有100%的风险 虽然是改良版 但不是最好策略 接下来是专业交易者 就像新手交易者一样 他们理解支撑和阻力的重要性 但是专业交易者 也会通过止损来限制下行风险 根据上面提到 使用达瓦斯的2% 我们可以将止损放在这里 如果对的 有100%回报 错的2%的风险 总之 赌徒没有办法提高概率 也没有控制风险 而使用四维相体策略的新手 可以增加概率 但无法控制风险 专业交易者 也会用四维相体策略 来提高概率 并限制任何下行风险 现在我们根据逻辑 将四维相体策略 应用于这个年代的一只股票 这里我们看到了 2019年的热门股微软 在2019年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52周的高点 然后是底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我们看到了四维相体的形状时 这形成了上限和下限 当股价突破四维相体的上面就建仓 止损将在四维相体内的几个百分点 在这个范例 我会用跳空高开之前的低点 在这里 达瓦斯会一直持仓 直到股价到了最初的止损 或者之后 如果形成另一个四维相体 它会提高止损点并加仓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趋势结束 在这里 我们看到价格上涨 没有任何明显的四维相体 形成的迹象 然后因为新冠疫情 股价在这里回落 其实 有方法可以避免这一次的回落 我在内部培训有详细和具体的操作说明 所以不在这里公开讨论 如果用它这个方法买入 用我自己的方法 决定什么时候卖掉 我会在大概182左右卖出 在这个范例是9比1赔率 这就是在股市成功的秘诀 也是达瓦斯赚取数百万的方法 在我对达瓦斯方法的研究 它绝对是要看图表的 而且是趋势跟踪者 不像巴菲特和其他价值投资者 也要风险管理 并将一切因素结合起来 以使成功的几率对它有利 它的四维相体策略 将此综合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并通过有纪律的风险管理执行 我给你最后一句话 来自达瓦斯的话 我在股市上没有自我 如果我犯了错误 我会立即承认并迅速离场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 久经考验的策略和精彩的情节 很多专业交易者都给五颗星 并推荐给所有级别的交易者 好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见